香港廉政公署一直致力於速灘暢連 維護連接公平社會及營商環境 半世紀以來為香港繁榮安定定定監視基礎 作為廉政公署的首長 香港特區廉政專員胡英明 日前在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時透露 廉政公署正積極籌建的 國際廉政學院計畫於明年2月正式對外運作 將為國際反貪機構人員提供更多專業課程 進一步向全球展示香港的連接文化 我們希望構建一個香港國際連接學院 希望透過這個平台邀請其他世界各地的反貪人員 來香港進行訓練 我們預計應該明年2月向外正式運作 未來10月我們會有一個 為一帶一路國家的反貪機構人員 有課程在香港 是一些大型基建一些反貪的一些訓練課程 這件事來說都反應都非常之好 差不多有20個國家報名 因為其實每一個國家地方 它的經濟發展不同 文化不同 政治背景不同 我們希望就是每一個國家 將它自己的經驗放在這個平台那裡 所以互動的形式會多很多的 香港連政公署於1974年2月15號成立 是獨立及直接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負責的 紀律部隊及執法機構 多年來香港連署反貪防貪工作的專業程度享譽國際 例年來舉辦的反貪訓練課程更是吸引大批海內外反貪機構人員取經 例如7月份 我們聯署50年來第一次 就獲他們邀請去維也納 舉辦這些工作方向世界各地的反貪人員分享一些調查的經驗 安排世界各地的反貪人員來香港上課程 我們除了剛才所說的海外的課程之外 我們亦都會在本地的公私營機構 我們都會提供一些課程給他們 有比以前一些講座式 單方向的一些教授 我們現在是集中了一些互動式 以及一些個案分享 我們就會安排 例如公私營機構的那些管理人員 我們給一些個案分享他們 希望幫助他們在自己機構構建他們的防貪機制 在胡一鳴看來 與執法和防貪工作一樣 廉政教育也非常重要 近年來 廉政公署推出一系列針對不同層面的廉政教育活動 希望通過這些活動 透過學員的反貪視野 加強反貪信念 了解香港司法制度及法制的重要性 我們要教育一個市民 其實貪污是不得的 是不需要貪 不需要給錢去得到一些東西的 防貪教育我們是由幼稚園開始的 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 跟著不同的社會的層面 公私營機構會去做一些講座 而事實上我們這些教育 都經常不斷推陳出身的 安排一些幼稚園的學生 就來我們聯署這裡 我們整了一間課室給他們 教他們那個連結的故事 希望從小就去到大 大學生方面或者高中生方面 我們今年都搞了一個新的計劃 就是清英誠信領袖計劃 殺人一年有餘 胡英明身案廉政反貪工作任重道遠 不可一蹴而就 回顧來路 他仍不忘履新之初的初心 於他而言 這亦是香港連中公署 未來工作的治理方向 我在去年7月1日擔任了廉政專員之後 其實我自己定了幾個大的方向 第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就是 要確保香港廉潔的環境 所以我會加強執法、防貪和教育方面 三個策略那裡加強工作 去打擊貪污 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希望利用廉署 背靠祖國、聯通國際 這個這麼好的優勢 就是向外宣傳香港廉潔的文化 也希望透過聯署這個窗口 讓海外的反貪人員 去了解到現時 國家在反貪方面的工作和成果 第三方面就是 希望配合國家的整體發展 聯手打擊跨境的貪污